台南市以文化古都为名 有各式各样的历史古迹 文化园区 台南市一元秋莉莉与今日咨询师提出 漫游俯城的观光计划 认为可以借由巷弄间的连结 让中西区周边的文化园区 形成紧密的博物馆历史街区 利用慢火的城市步调 让游客可以徒步旅游 深入台南历史文化 台南市一元秋莉莉指出 建议从地方法院开始 结合孔庙 赤坎楼等中西区的文化园区 可以共同结合为博物馆区 非常适合就是在黄昏的时候 开始慢火的散步一直到晚上 所以说很多人都说 晚上台南好像不知道要去哪里 其实是必须用这些历史街区 去做一个串联 因为如果历史街区 把它串联起来以后 我的梦想是我们如果从 这个司法博物馆 台南地院的部分 走到美术馆区 我们可以用永福里 整条的街道去做一个串联 他不用走大马路 他光是走历史街区 他可以通到林百货 可以通到台湾文学馆 可以慢慢地从这个永福路 或者是民权永福路跟综艺路的巷弄 慢慢地走到赤坎文化园区 文化局长叶泽三回应 会纳入未来历史街区的规划 目前历史街区振兴委员会 其实在针对整个府城的历史城区的规划上 其实就会慢慢跳脱出刚刚议员所提到的孔庙文化园区 什么园区 那您刚刚提的这个所谓的博物馆园区 的确在这一带 在我们所谓的孔庙 包括地方法院 包括台湾文学馆等等 的确是我们日治时期最重要的一些相关建筑 包括清末时期 对 其实是密度最高的 那做成一个所谓的生态博物馆的群的概念 其实是符合的 很多重要的这些国定古迹博物馆 其实这个是台南市非常具有别于其他城市的一个特色 确利利议员令表示 陈汉当地里长实际走过附近巷弄 可以提供步行经验 希望交通局能配合历史街区的串联 设计观光巴士增加方便性 那未来我们希望推动的是台南市的漫游府城的 这种观光方式的话 就可以透过徒步 那既有历史街区的连结 让这个我们很多的外来的游客 他们不会走冤枉路 那既可以散步 又可以把整个园区全部看过一遍 那么再搭配交通局 他设立这个观光巴士 未来就是在这两个园区里面 做一个串联 那也许他可以把汽车放在南侧以后 那走路到北侧 那走累了可以借由观光巴士 再把它载回来南侧这边来取车 亦或者是他把车停在北侧的赤坎楼园区 那他可以慢慢走到南区这边来散步 那竟也可以带动我们比较靠近中西区的 所谓的百货公司群 交通局长张振元哲回应表示 会在讨论研究路线 妥善规划 我们会跟文化局还有金发局 我们大家一起来讨论 看官旅局 那然后看这个路线怎么走 那未来这个司机成熟的时候 我们来开这个观光巴士 应该会非常的 非常的方便 应该非常好 记者林佳怡台南采访报道 帮助用 这边的材料 这边的材料